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交易人生 我是高维旭 昨天台股创下了新纪录 当日跌幅创下了新纪录 而且跌停满加速也创下了新纪录 昨天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但是我昨天有跟投资朋友报告 一到两个交易日会反弹 会反弹 来看今天加均指数 现在涨了170点 是不是落预期是反弹的 证据在这里 10月11号是用日期 今天11月12号 行情路况一到两天 有机会短线反弹 美国债均殖利率16日强生 我在看盘解盘懂盘 跟投资朋友说大盘的方向 不会磨砺两可 不会拖泥带水 行情路况往上我就说往上 往下我就说往下 没有那种磨砺两可的 投资朋友 我大家可以跟我的会员报告 行情路况有机会短线反弹 但是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隔三天五天再反弹 这样是不是说这样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直接跟我的会员报告 也跟非会员的你们报告 行情路况一到两天有机会反弹 这就是看盘 懂盘解盘 我看盘的大方向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今天是不是反弹 是不是验证 但是这反弹 重点是来自于什么时候 一万一千点有叫你做 请你卖出股票 留意下跌的风险 这个才有机会啊 现在的反弹才会跟你有关系 甚至昨天你就应该做动作了 是吧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重点是高档 有没有叫你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投资朋友看一下 9月26号 我提醒投资朋友 行情路况短线见高点要往下走 9月27号 路况往下 美国殖利率往7日强升 美国殖利率是我一直在注意的东西啊 这是9月26号的嘛 9月28号 行情路况往下 美国殖利率8日强升 投资朋友看一下 9月28号 还在高点 在一万一千零七十三点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报告 行情路况是往下的 再来呢 10月1号 看法维持不变 行情路况往下 美债殖利率9日强升 10月2号 开始跌了 10月后的传真稿盘后稿 我一样跟会员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 美国殖利率10日强升 投资朋友看一下 是不是又往下了 这天非常重要啊 11月3号这天往下 均线 投资朋友 大家会跟你说 有均线支撑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但是我 但是我解读盘面上的讯息 还是是往下 均线没有撑 没有撑 看法是不是一样 是维持不变 10月3号 行情路况往下 美国殖利率11日强升 来看一下 10月4号 均线没有撑 继续往下灌破 11月4号 11月4号盘后稿 一样维持看法不变 旁情路况往下 美国殖利率12日强升 来看一下 11月4号 是不是继续往下 纳斯加权指数 还在10446点 刘二乐常常的下引线 大家跟你说 有支撑 有支撑 可是盘面上 透露出的讯息 我认为还是往下的 还是往下的 所以呢 10月5号的盘后传真稿 适用10月8号 行情路况往下 美债殖利率13日强升 是不是又往下了 当天有人跟你说 收十字线 又是变盘的 又是变盘的 不要害怕 继续买股票 继续买股票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行情路况就是往下吧 11月8号 行情路况往下 美债殖利率14日强升 我同时在跟我会员报告 除了留意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走势之外 也要留意中国降准之后 国际资金如何解读 后来出现什么事情 降准无效 大陆股汇市下跌 然后呢 开始有人关注了什么 美债殖利率 因为美债殖利率創7年的新高 公债抛售潮燃烧全球 这时候大家在讨论美国债券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问题 会不会太晚 会不会太晚 这一段跌幅 从9月26号 请投资朋友 避开1200点 避开1200点的跌幅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跟投资朋友做一个验证 看懂行情路况方向 你才有机会跟别人说 反弹才跟你有关系 反弹才跟你有关系 如果你连看不懂行情路况方向 你就看不懂 你看这一段 从来没有叫投资朋友去接股票 从来没有直到昨天 我才跟投资朋友报告 行情一到两天会反弹 昨天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的反弹才会跟你有关系 今天的反弹才会跟你有关系 未来的行情 跟投资朋友报告 由于这些经济中的交易 就是从9月份开始 连续 123456789 1011 12 13 14 15 16 17 17个交易日 连续涨上3%以上 好消息是 3 公債殖利率没有再往上升了 有缩小了 这对于未来的反弹 有关乎它反弹的 反彈的幅度的大小 有關係它反彈的幅度的大小 我跟投資朋友有報告 既然我看得懂行情路況 這一波請你避開1200點 昨天告訴你一到兩個交易日會反彈 我自然而然的我就有條件 讓我的會員反敗為勝 你有認同我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也避開了至少1000點的跌幅 至少1000點的跌幅 交易路上要走得長長久久 你必須看得懂行情的路況 我看得懂行情路況 我自然而然可以幫助你反敗為勝 甚至時間拉長了 我可以幫助你成為市場上交易的霸主 可是重點是你願不願意相信 願不願意跟隨 這也是你的重點 我一直強調 11月份到12月份 它是個扭曲的交易的行情 它是個扭曲的交易行情 所以我推出一個 第四季短期入會的方案 對於投資朋友 你想要反敗為勝 你想要拿出你的交易的熱情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打電話 你要跟我們線上助理去洽詢 10月份到12月份 短期方案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改變是從你開始 你要如何翻轉你的交易人生 其實決定權在你手上 或是能告訴投資朋友 既然我可以看得懂行情路況的方向 不管是波段短線轉折 我自然而然的可以幫助你 成為交易市場上的霸主 這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責任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獲利滿滿 有興趣加入的 請趁週休二日 我們助理都在服務 你可以跟我們線上助理洽詢 短期入會方案 是怎樣的方案 怎樣的方案內容 我是高爾区 祝大家操作順利獲利滿滿 我們明天見 謝謝大家